環保室推動 函責塑膠的政策 規定七大朝廂七大 類型的這個項目 親像這個朝廂不定頂頂 是不可以主動 提供這個塑膠 不過傳統市場 到達是無受到函責 為了要檢查一個塑膠 塑膠的使用論 台南市環保局選定 就沒有了市場作喜歡點 民眾若准拿這個環保 塑膠來這裡買東西 就能對這個點數換禮品 在市場買東西之後 用塑膠的政策 但舊來有無量的問題 環保室到達 要不要跟傳統市場 再不關注 不可以免費提供塑膠 最近南市環保局 在在後尾市場企判 國內鄉親拿環保底下來做東西 可以領著點數 減化生活用品 環保局表示 目前有中間九成的民眾 都自己帶 也很方便 服務人市場 寄口有免費的 抓地獄可以用 另外也提供 環保性的地獄 讓民眾來做作 突然說 傳統市場 全民要檢查 塑膠有困難 因為買菜水果 頂達了 因為環保底下 都沒有問題 如果魚肉比較淡的食材 就沒辦法被變 他們來滷了 不過他們全國的民眾 拿家的口感來代替 個人帶袋子來 他可能會減少 五到十個塑膠袋 因為有時候 你買很多不同的菜 那你全部裝在這個袋子裡面 你就可以減少 非常多的塑膠袋 經濟環保育室調查 全國使用 塑膠路海洋 對一百零七年 有一百五十幾億 到一百零九年 已經降到九十億億 環保育室表示 如果幸好不錯 未來繼續 關電器 其他市場來實施 記者理事務台南 蔡鳳報道